花旗集團決定退出13國的消費金融業務 不過在亞洲區的香港決定保留 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初 許多香港人將中資銀行的錢存入美資銀行 另外 外媒透露 花旗銀行已經率先凍結 11名遭到美國制裁的中共和香港官員的銀行帳戶 花旗在香港的不決和行動持續受到關注